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提了没 跟着Peter一转 带大家来看市场上新的项目以及event 有一些event 不错 event 还有这些新的项目要发 带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请大家推特 这推特重要 再是discord 然后再是youtube 那我们推特 我们推特今天暂时这个活动 我还有一个活动还没办 我再弄一个活动 在youtube的个意见 不是财务分析也不是财务建议 那也不是财务顾问 做好自己研究 空早风也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现在NFT价格量往上走 Number decrease in listing 大家不太不太 卖 然后价格一直往上走 有趣有趣有趣 我觉得时间跟这个价格有机往上走 量往上走 大家不太卖 OK 哇 OK Interesting Azuki整个带量上涨 带着大家一起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盘翻过来 我叫Azuki OK 我们来看一下out of fact out of fact 发生什么事 out of fact 现在在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event 你看 这clone x experience already in the wild OK 这是在 这应该在美国 应该他衣服上也继续是有clone x的衣服 就是村上龙的 哎 村上龙的衣服 We merge R&NFT world Thank you everyone 他们在村上龙 他们去参加村上龙的一个event 你看这个朋友是什么 他的牙齿假牙是用artifact的logo 另外你看他们去artifact这个展览馆里面 哎他好多人可以在里面玩 你看你可以自己人人头进去 人头进去就是大多在展览馆里面 哎是真人真人来这边看out of fact 的一些 ok out of fact 你看他里面的这边的粉丝 跟steve okey steve okey 就是一个 dj 赚多少钱 赚多少钱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在纽约的一个event 应该是clone x的event ok 30秒 还可以哦 30秒 后面这个音乐蛮不错的 这是一个很像一个night club一样 8000多次看了 应该全部都是用小花的event 哎这个可以哦 另外你看这边artifact oh ok 另外这是之前啊这12号 好多人去参加这个event 可以拿到什么 给现成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哇 这边有个大鼓达人大鼓达人 ok 村上龙出现在这个event里面呢 好像这个club 30秒钟 非常热 yeah interesting ok我们再往上走 那除了这空中X外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边打村上龙 会看到什么哎村上龙他们这之前 就有人在他们这个这个一个展览馆里面拍的一些图出来啊 所以为什么小花最近还是很还是蛮抢手还是很硬 这个就之前大家看过这边之前做这个artifact全身的雕塑 他们把他 变把那个金属化了 哎你看村上龙 在他们一个展览展览的地方 他第一天啊应该是第一天开展的时候在开展的时候他就是参加开展部分啊12号 另外这边还讲5月26号另外也是有其他不同的东西这个刚才我们看过啊 哎这边还有个新闻啊你看这个村上龙的话转到artifact CEO 哦这边在排队啊你看这排队要进这个展览馆 所以啊artifact我觉得他这边整个community base各方面还是 还是可以因为他这毕竟粉丝的 11个小时之前 很多人分享一些不同东西哦甚至你看村上龙年轻时候 哎呀蛮有趣的哦 除了这样子之外哎你看村上龙本身 他自己的推略反而就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有啊这边啊12号 这就是手绘他其中画一个手绘的花 这个像什么是很像colorful 哈哈哈哈哈哈他其实不是 这是他的mr rainbow 这是很像colorful 也不是啊这是他的me and double 所以大家之前开玩笑讲说 这个colorful是长得 有点自尽村上龙的这个画风 哎我们现在讲colorful 你看colorful3d 我看colorful3d发生什么事 colorful3d再来马上就要发售咯 你看他们这边讲fairdodge auction 13 7月17号今天13号再几天 40千个0.5 那底是0.25 6个小时window 那maximummin2只就是你可以min1 可以去抢2只 那如果privatesell是18号 那你看这个6000个12个小时的window 再还有什么public sale OKpublic sale最后12个小时window 18号 这剩下多少就是public sale 他们看到最后剩下多少 他现在colorful这边还跟很多不同的项目方 你看跟severcon不同相方做一些活动啊 我觉得他还是蛮蛮蛮火药的 他们跟 他们跟 学者啊跟很多这种 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印尼来的项目嘛 Indonesian 那所以他们跟学者 应该跟Heybit 还有Atmos 都是比较熟 蛮有趣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colorful三代 不是3D 3D 3D这边 你看11号 colorful genesis 3D collection colorful genesis 等一个toy啊 他一个玩具 到处一个玩具给你啊 你看蛮有意思的啊 这个是之前一个video 这个video大概就是4秒钟 这也是之前colorful在 雅加达的一个event啊 这边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他们在当初的event做的蛮不错的 因为我们也有朋友去雅加达 然后在推特上面分享 colorful本身我觉得后面团队还是 web2做的蛮好的 他们做event啊 做玩具 做衣服 做这些周边商品 他们还是蛮有 就是经验的一个团队 那他们从web2进入web3 所以我觉得他们本身自己的价值 体现的蛮蛮好的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创造这个东西 除了是一个ip之外 那他们也透过这个ip 旁边衍生性的产品 他们都做的非常好 你看这个是一个活动 当场很多粉丝哦 很多粉丝的游戏 当场可以 他好像一个礼 一个礼拜是10天吧 免费的 在雅加达那时候 我认识很多朋友都在 如果在东南亚的朋友都跑去 雅加达参加这个活动 还蛮有趣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卡拉夫鲁本身 你来看看是没有网站official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内容吧 现在如果你去买2.38 我先跟大家讲说两个ease以下 还可以啊 之前你看到1点 你看这边是1点 2个ease 1点1.8吧 现在2.4吧 我觉得应该是快要 因为快要发 快要发售这个3D了 所以他现在目前这个地方的地板 价值会往上走啊 那如果在卡拉夫鲁网站的话 你看这个home 他原本home这个东西 以前大家看过 大家看你看3D的部分 3D进来哦 你可以click anywhere to start 哎 哎 开始进来就可以看到3D了 这好像是一个东西可以走进来 1555个 然后呢1万个是给community 另外55555个是给genesis holder 最早开他附就是5555个吧 你看3D 他们主要合作的对象有谁 黑1B 你看3D Avidor 然后metaverse ready 他们之前他们要做自己的地压 他们将来是要发自己的地压 Eclusive collaboration merge 他们后面有很多商品 那toys collectible 他们最后他们是做这个3D游戏 玩具啊 不是游戏玩具 然后将来的任何合作的这些benefit 哎 你看funders on the media 做整个我觉得他做起来是蛮到位的 毕竟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web2的团队 音乐蛮不错的哦 大家可以起来听 哎 如果你拿到他的instagram 6万7很多人 还蛮多人的哦 我去卡拉夫鲁 他后面本身整个东西做的真的是 可以啊蛮成熟的 我觉得他们但是他的我们有点比较 觉得他们真的是蛮有这个什么有guts 他们市场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们还是一样照发5月17 5月18照发 他们不怕 他们觉得说这市场 现在这个熊市状况之下他们没问题 yeah 我希望他们有办法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销售 刚才在市场上跟大家看了一下小花的event 那还有春上龙在在这个活动里面可以看到一些不错的东西 那是为什么小花在市场上现在价格还是这么坚挺 那我觉得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event在纽约还是持续在这个办这个event之外 那第二个就是卡拉夫鲁3D的部分卡拉夫鲁3D马上就要发售了 那大家有一些卡拉夫鲁的朋友 那自然而然就可以获得3D嘛 第一第二的话呢如果没有3D白名单的朋友的话 有一些不同的event 不同community抽奖大家可以参加 如果你就为我视频带给价值关注推特销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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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